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又来到儒哥的刑版 我是蒋李荣 很多人问我说 这位美金花今年是办什么? 音乐多年? 有的人说 我今年的捐款还没留下来 是不是我随时可以去发布 或是去汇款这样子 现在我跟大家说这件事 已经是年底了 11月了 那么11月12月了 这一年都快过完了 真正我今年办什么音乐多年? 我怎么都没跟基金会的赞助报告 怎么没再来发动募款 因为我今年的话已经办完了 就是由九月到十月 差不多一个半月内 有17场的文化讲座 这个文化讲座叫做 作曲家献身说乐 就是把我们去年在国家音乐厅 演出的这个交响乐与钢琴小提琴 Double Concerto 这个双斜奏曲的录影 DVD 和这个作曲家 我把这个作曲家和这个当年去年的演出的DVD 带着走了台湾十几个乡镇 去推广这个交响乐 那么这样子的做法 那么这样子的做法 因为我们去年已经把最大的成本都花费了 就说所有的预算都是在去年的这一场音乐会 那因为有国家音乐厅 有师大音乐系交响乐团 有从美国华盛顿DC回来的两位独奏者 还有委托创作交响乐 这一些制作跟发表一个新作品的这一个音乐会的开销 我们在2010年就做了这一件事情 那么今年呢 把去年的录影和邀请作曲家回来演讲 这件事情呢 我们就可以用最少的经费来把它完成 那么现场的演出是花费很大的 不过呢 我今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当然起因也是因为去年要办这么大型的一个演奏会 那么经费庞大 那么跟公家单位的申请非常的不顺利 不过在这里我倒不愿意来抱怨 这个公家的这个支持的不够 我想掌握这个文化资源的这些政策上的官员 这个有关于他们的智慧眼光和做事情的魄力 所以可以说对于这个没有什么人文素养的政府官员 跟执政的这个政府机构 你是不能寄予厚望的 因为他们的人文素养不在这一部分 实在是太过欠缺了 我们可以从最近很多的这个文化事件里面来看到 那我不想在这里多做批评 我想呢 我的风格呢 还是喜欢洋善 就是不是说隐恶洋善 就是粉饰太平美化一切 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我觉得社会上有很多小小的善事 跟非常微小的真善美的一些现象 那么我们把它彰显出来 会带给我们心理上很大的安慰还有信心 终于对这个人间抱着一丝希望 总觉得有这么多小小的可爱的可敬的人事物 让我们这个社会充满了希望 我想这个才是正途 那我们当然也要花费一些精神 来监督这个掌握很多资源的这个政府机构 他们所为合适 应该也要来批判他们的 不过呢 今天我们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呢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去年演出的成果 今年就带着这个成果下乡 总共有17场城市乡村 当然到后来台北市又冒出好多场 那么在10月29号 10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的时候 那么做了一个美好的据点 这是在内湖的提妈妈咖啡厅 有一场这个额外的作曲家石清如的好友分享会 是这样的一个在咖啡厅里面的类似沙龙音乐会 那么作曲家石清如把我们今年走过那么多个乡镇 跟大家分享的在台北这个都会区 也跟很多一直都是石清如的支持者 喜好者 那么一起来分享 这一个破晓Double Concerto 非常的成功 那么当天呢 我们蒋卫水基金会就捐了一千片的 不一百片对不起 一百片的CD来作为义卖 那么义卖所得呢 捐给在嘉义的圣心教养院 这个教养院是作曲家石清如 一向都非常的关怀 那我受了他的影响 我也对这个圣心教养院的神父修女们 充满了敬意 很希望能够为他们做一点事 但是圣心教养院这么远 那我想我们能做什么事呢 好我提供一百片的CD 让大家义卖 然后把义卖所得捐款给圣心教养院 这是非常容易的举手之劳对我来说 那我就跟主办的大卢说 我希望这一百片呢 最少要义卖一百块钱啦 每一片哈 那这样子就至少我们能有一万块哈 结果非常令我惊喜的是 呃才卖出就是说当天哈 被拿走的大概六六十几张哈 而竟然募款有六七万元哈 这样子的可观的爱心哈 那当然我们不是说什么都用金钱来衡量 而是觉得说大家很多人去 比如说他捐一千块他觉得说我拿一片就好 或者我拿两片我可以送给别人 来跟别人分享哈 而不是说很多的企业就是说 哦那好我给你十万块我买断哈 这样子的做法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哈 哎这一个观念呃 呃印证到最近的这个小猪的热潮哈 我觉得一点一滴的心意啊 呃是更可贵的哈 那为什么会人们会把这样子的一点一滴的心意表达出来呢 这表达出他们虽然是付出一点点的以精神 以金钱来说啦哈 一点点的数目 可是呢表达的是一个大大的期许哈 哈那就这个小猪的意义来讲哈 哈当然就是期许台湾能够出现一位 真正为人民着想的政治家领导者哈 那对我们这个小小的文化讲座意买西地来说呢 人们所表达出来的心意就是说 希望台湾有更好的更多的音乐作品哈 出自内心长自这块土地的文化创意哈 的这些艺术作品能够出来 我想人们透过这个小小的捐款行动呢 那表达的是这一点哈 那当然我们也把这一个心意 呃送到关怀弱势这一部分哈 我们希望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成长的人 不管你的年龄大小 你的背景你的学历哈 你的智慧高低哈 你的职业的贵贱哈 你的天生哎 才气的多寡哈 那凡是人都有权在这块土地上过一个他所能够过到的比较有意义的生活这样子哈 我想我们透过小小的行动来做这样的事情哈 那哎这个是10月29号我们在提妈妈咖啡厅就完成了今年度的蒋味水基金会的文化活动 那么寻回17个乡镇哈 哈 城市那么画下一个圆满的据点 那这中间去了每一个乡村不管多偏远或是多热闹或是多么的商业中心或是宗教呃 呃 场场合哈 那我所得到的一些学习 我想我还是会把它写下来作为一个记录 那么也作为自己在成长的养分 将来我们活动还会继续的办哈 那我还是本着与庶民站在一起哈 最精致美好高尚的艺术 要能够跟最平凡的大众来分享 这个是我的一个心意 那么今年哎走完这一趟啊 啊我觉得不能够说自己就多么的满足哈 自得意满这样子绝对不是 而是觉得自己收获满满 然后希望把这些化为 呃将来我在做更多事情的动力 然后这里面的宗旨跟目标 有没有有所偏差 这个是我自己要常常来审视的哈 那么希望说在做文化志业哈 这么样高尚哈 这么样有意义的活动里面呢 哎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哈 那么等一下呢 在下一段的节目里面 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 在某一些点上面哈 我所得到的非常大的震撼 跟启发震撼也许有点吓人啦 哈应该说是启示 在一些啊 我们以为并不是特别有名的 哈政治人物或是名嘴 或是大作家哈的身上 都是在一些市井小民的身上 我真的是学了很多 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里面来 继续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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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